民众党前阵子才将炮口瞄准 新竹马街儿童医院 表示容积率有问题 但是爆料却遭到质疑 不过他们不放弃 还是持续进攻 网红四茶帽刘宇 po出新竹县议员提案 爆料民众党议员 开始大量搜索资料 要找出其他县市 是不是有存在容积率 超过400%的建案 引发议论 我希望政府 县政府把400%以上的 不管是公共建设也好 住宅 建商的建案也好 我们把这个办法 把它透明化 让县民知道 我想这个是 民意代表日常的工作 我想他多虑了 民众党上下 现在已经乱了阵脚 同样面对土地最起诉的 新竹县长杨文科 现在也在忙着 准备和法院交手 难道民众党是想要 拉蓝营的县长一起下水吗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干事长吴思瑶 13号就表示 台湾的容积奖励 都有明确法规 别因为单一弊案而妖魔化 他也强调制度是对的 是好的 只是被柯文哲搞坏了 柯文哲因为 金华城容积率 深陷弊案 民众党开始抓 各县市建案 是不是也有不法 就怕要像爆料 新竹马街儿童医院一样 伤敌不成反自伤 短续终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